大家好,我是逛遍欧洲博物馆的呆猫 不管喜欢不喜欢艺术,很多的人可能都知道梵高 他那极富激情,色彩艳丽的作品,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那么,在哪里能看到最多的梵高作品呢? 如果你喜欢梵高,呆猫要推荐给你三座一定要去的博物馆 我推荐的第一个博物馆是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 这里是世界上收藏梵高作品和信件最多的地方 有梵高220幅油画,500余幅素描和几乎他所有的信件 梵高的大部分作品原本都在他弟弟提奥手上 提奥去世后,这批作品就转给了提奥的夫人 后来又转给了他的儿子 1962年,提奥的后人将这批家族收藏以1500万荷兰顿 相当于680万欧元的价格卖给了荷兰政府 这批藏品就成为梵高博物馆馆藏的基础 1973年,梵高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向日葵 梅田上的群鸭 吃土豆的人 梵高的房间 黄房子 盛开的杏花 这里还有我喜欢的一幅雷云下的麦田 除了梵高的作品,梵高博物馆里还收藏有莫奈 高跟,修拉等画家的作品 我推荐的第二个博物馆是位于荷兰奥托洛附近的库勒木勒博物馆 这里的梵高作品收藏从数量上讲仅次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 在世界上位列第二名 在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当中就有梵高90幅油画180幅素描 这批收藏是荷兰藏家海伦库勒木勒夫人在1907年至1929年期间收藏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梵高早期和他在巴黎期间的艺术席作 而梵高在南法创作的,比如露天博物馆 阿尔勒吊桥 游地园肖像等等作品都在这里 除了梵高的作品 库勒木勒博物馆还收藏有莫奈 修拉 毕加索 和门德里安的作品 同时这里还有一座欧洲最大的雕塑花园 展示有160多位艺术家的雕塑 我推荐的第三个博物馆是位于巴黎在我身后的奥塞博物馆 奥塞博物馆收藏19世纪后半页至20世纪初的艺术珍品 其中就包括梵高27件油画 奥塞博物馆里一部分很重要的梵高作品是梵高生前的医生 加谢医生的后人捐赠的 这里有梵高自画像 星空 加谢医生 奥威尔教堂 梵高的房间等等 这么多梵高的作品你有没有想去现场看一看的冲动 接下来我将推出一个触摸梵高的系列短视频 和我一起上路去梵高曾经生活和创作过的地方看一看 关注我